《非诚勿扰》 喂 我跟你约在万达广场的电影院门口 我告诉你 要是你今天不见我 我就搬着大音箱去你家楼下唱歌 嗯 就这样了 不说了 拜拜 怎么样 后悔了 你小子说什么呢 教导员 我 我不知道是你 所以我 我 莫名其妙 我现在在万达广场 这儿有紧急任务 你赶紧过来协助维持现场秩序 万达广场 我在附近 我马上过去 好 什么嘛 各位顾客 紧急通知 因突发情况 请各位顾客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 尽快从一号门或二号门离开 谢谢 谢谢 这位小姐 来不及了 请从这边撤离好吗 先别打电话了 请从这边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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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过来啊 过来我就赶赶车了 不许过来 差不多了 我不许过来 好 你搞什么啊 家主事先问 问一下 腾致 你不能进去 兄弟自己园 好 policy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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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县宁派出所民警回校 现在什么情况 好 刚才在里面发现了一个 手持自制武器的疑犯 我们现在需要疏散群众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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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注意 一贯现在在商场连见医院 试试了一名女性人士 现在登上了警网 让行吗 往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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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呀 发生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好意思 楼上怎么了 楼上怎么了 你照面啊 郭云涵 你看 兄弟兄弟 上面有没有人谁也不住进去 上面是我女朋友 兄弟就咱真的是女朋友 你要保持冷静啊 指挥车袖在那里 你去跟领导反映一下吧 好 谢谢 报告 一半已经将电队的门锁上 我们师傅参认强行突破 延地待命 冒让行动会进入鸡池者 威胁人质的安全 报告 警长 狙击手正在对面的大厦寻找位置 目前一半的情绪比较激动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惊奇妄动 记住 人质安全是第一位的 这么长的时间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登上楼顶呢 有谁现在就可以上去 我可以 我可以 报告 我是仙灵派出所民警为校 奉命前来支援 我可以爬上顶楼救人址 小伙子 你别开玩笑了 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警 你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我们是不可能让你上去的 我一直有练习攀岩 奥体 莲花公馆 这些地方我都上去过 以我的技术 上这个顶楼不是问题 小伙子 现在不是你出风头的时候 行 行 行 你别添乱了 我 下面的警察听到了 我给你们三十分钟 不 十五分钟 你们赶快把我的老婆给送过来 不然的话 我一抢就当死他 听见没有 上面是我女朋友 我不需要出风头 嫌犯已经想不到 我会突然从到后面出现 这是目前解救人址最快的方法 我求你们相信我 没时间了 好 就让他试试吧 可是 多一分钟 研制就多一份危险 我们必须和时间才报 小伙子 这次疑犯的资料 和楼顶的工程图 你看一下 好 小伙子 小伙子 你带上这个 你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上 你和一帆的一些对话 我们也都能听见 我们会在底下引遇你的 我小同志 靠你了 妈 原谅我的不孝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儿媳妇 好 区长 刚才我们在嫌犯家发现了一些手枪零件 嫌犯持有的可能是自制手枪 是的 马上动作微笑 好 区长 我是先灵所的教导员 我们所里有个叫微笑的小伙子 来找您 他没给您听麻烦吗 那个小伙子 他上去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他不过就是个片警 他上去干吗 是啊 你冷静点 你不会是他女朋友吧 朋友 小姨 你怎么还在这 这儿太危险了 快跟我走 知道没问题 快走啊 你没事就好 那个小伙子 以为上面是你 发了疯似的一定要上去 微笑 小姨 你干吗呢 上去把他叫下来 你这儿不是给他添乱吗 来 兴计的 长官 还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汇报一下 什么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先确认嫌犯枪食的真假 你说什么 我曾经读过国外有这样的案例 我怀疑他想借用我们的手 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杀 有哪 第一 表面上看起来他在跟我们要架 但事实上谁都知道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把他妻子找来 这不合逻辑 也许他目前的情绪比他紧张呢 有这个可能 第二 你不觉得他是故意把自己 暴露在最空旷的地方 就算匪徒再没有尝试 也不至于摆出一副 希望别人朝他开枪的样子 还有其他的理由吗 还有 作为一个警察的直觉 直觉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你们还没把他给带过来 我现在就一枪大死 等一下 你是谁 你从什么地方上来的 我叫卫校 我是一名偏族 我没有恶意 我是来帮你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 我们心平气和地说 你别动 担心卫校打死他 我可是来真格的 我知道 但我得先提醒你 别站在那个位置 这么空旷 聚集手 随时可以解决你 两边的门也都有特警在等着 只要一个信号 他们就冲进来 你哪里都逃得来 再过十分钟 直升机就到了 你带着这个女人 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他疯了吧 他怎么还提醒嫌疑犯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本来就想死 我现在可以先一枪打了他 然后再杀了你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但我对你提出的交易 绝对让你更加有面子 交易 什么交易 用我 换你手上的认识 别动 你当我是杀官啊 反正你已经捅了 这么大的娄子 肯定上新闻的 万一你老婆看见了 你驾驶一名警察 总比你挟持一名 毫无反抗资历的女孩子 更像男人 别动 反正我没有任何武器 还是你没有胆子完大 我没胆子 老的手上有枪 我有什么好怕的 你现在把手放在头上 你慢慢走过来 别乱动啊 手中一枪打死 你给我下来 你这傻瓜 你下来 你们直接不阻止他呢 文医生 秦逸 你也有 慢点 慢点 你慢慢过来 高手 你过来 下面的人看好了 小姨 等一下 刚才拍了警察 在我的手里 现在赶快把我老婆弄过来 放车的话 我就杀了她 小姨 等一下 叶柔 你不要再咋胡闹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 但是今天 小薇上去 绝对不只是为了你 我不管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学会尊重她 作为一个人民警察 占掉在第一线的荣誉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相信她 你冷静一点 你老婆已经在路上了 我冷静 我没法冷静 我刚跟她通过电话 你说了什么 说你们高中开始交往 然后结婚 一起来到这个城市 你还说了什么 说过去十年里你非常努力 想出人头地给她幸福 但我知道 不管你怎么做她都不容易 你是不是觉得 她永远看不起你的一切 感情 你知道什么叫感情 我知道 因为我也遇见一个 让我愿意为她付出一辈子的 可我跟她的生活全是天与地与插 她是经理 我只是个普通小警察 我每个月赚得还不够她脚的顺 她的工作是出席在珠光宝器的宴会 而我呢 找猫 找狗 劝老先生老太太不要吵架 说实在 今天是我当警察以来 通过最大的案件 作为一个男人 我也会自卑 因为当我看到 跟她比较般配的男孩子在一起时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不会吃醋 然后我说了一些口气比较重的 伤了我 所以现在不管我怎么做 她都不会再原谅我 但是那又怎样呢 别跟我说大男人 这是爱恋子人对自己的借口罢了 虽然我们没有钱 我买不起一整车的闲花 我也买不起贵重的珠宝 还有名牌包包 可是我可以每天背着我的吉他 到他楼下唱卡 我可以被浇一头冷水 我依然坚持每天向他报导 他常挂我电话 我可以再打回去嘛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或许我什么都没啊 但我有对他的真心 我相信不管用多长的时间 哪怕是一辈子 我都可以用我的方法 将这份真心传递给他 让他重新接受 所以相信我 不是只有故意寻死这个方法 才可以挽回你太太对你的关注 你的枪是假的 你胡说是吗 你不是打从一开始 就想借用警察的手 来自杀 挽回你太太对你的关注吗 你乱猜什么 你我真的不敢开枪吗 好 一百万有一百万的幸福 十块钱有十块钱的幸福 幸福跟金钱无关 也许你现在的努力 他没有办法明白 但你只要脚踏实地地坚持 总有一天他会懂 你现在自以为惊天动地的行为 对他一点价值都没有 如果你死 谁来代替你照顾他 如果你连守着他勇气都没 你有什么资格守他 你闭嘴 我就是想死 你干吗要救我呀 我不止是要救人的事 我还要救他 对人民警察来说 每一条生命都是无价的 我相信 只有你勇敢地活下去 才是对你妻子最大的幸福 你这个笨蛋 你这个笨蛋 我都说过你要陪我一辈子的 还有 有说话不准你这种玩意 好 秦秦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一打开微博 发现有人给你发了两百条私信 真假的 你这个笨蛋 温熙燃 我找到证据了 你这个笨蛋 三姐 休息区这边请 我必须要离开了 合作联盟已经开始怀疑我跟你的关系 你把我那份钱给我 我们以后最好不要再见面了 他们开始怀疑你了 他们现在只信任江东 你这会已经下了 很有可能 江东会扶持商业大局总裁的位置 我看连我的位置 也快被他顶替了 他倒是一定会疯狂反扑的 等到合纵联盟上了钩 我再把钱给你 但是我现在不走 我看永远走不了 你以为现在走了 合纵联盟就会放过你吗 更何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再耐心地等上几天吧 我可以跟你保证 给到你的钱足够你花几辈子 考虑一下吧 现在您的车修好了 这边请 是李董啊 许然 有空吗 我想单独约你谈谈 没问题 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平常那个会所 我已经在了 你随时来 好 一会儿见 我要出去一趟 待会儿不方便接电话 如果公司有事找我 全部转到语音信箱 我大概一个小时回来 李总 许然 坐 咱们又好久不见了 是啊 自从我离开了V公司以后 咱们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对 对了 约你过来 是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我马上要离开亚太区了 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了 恭喜您高尚 谢谢 不过 我收到一个消息 接替我的人 可能会是江东 江东 对 这个消息比较保密 这也是为什么 我单独约你出来的原因 我明白的 您放心吧 今天我们说话的内容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就欣赏你 足够聪明 许然 在我看来 江东对你的成见 可是很深的 而且这次 江东的任命 我觉得有点奇怪 本来有很多优先考虑的人选 都莫名其妙地出了事 结果机会 就这么阴差阳错地 落到了江东的身上 我觉得 背后有果看不见的力量 在左右这件事情 或许 这就叫运气吧 这绝对不是运气 许然 在V公司的时候 你就是我的得力助手 我也希望你很成功 所以我要告诫一下你 商场无战场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好 谢谢李主 我会小心的 来 来 为了我的高声 来一杯 去死 这里是 你自己看吧 卡迪娜也拍电视剧了 怎么跟清阳创意一模一样 很明显 很明显 是江东在坑我们 同一个创意 同时为两个品牌 拖拍电视剧 到时候他可以说 是我们在剽窃别人的创意 拒绝为我们买单 你怎么知道 是江东做的 在V公司 可以花这么大一笔钱 来拖拍电视剧 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人 只有江东 你去问过他 你去问过他 不用问他 当初江东这么轻易地 把清阳的案子给我们 我就知道他没有怀好意 他能够有恃无恐地 来整我们 是因为他知道我们 然后他没有办法 风露飞 现在唯一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的人 只有你 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 因为你从来就只对事 不对人 这跟清阳撞车的电视剧 你打算怎么解释 我也是第一次看 我也想知道是谁拍的 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 我是V公司的 雅菜剧总裁 我怎么可能让清阳 还有卡迪娜 都拍电视剧呢 这不是这箱残杀吗 你别装了 你别装了 这件事情就是你干的 除了你谁还有这个权利 你早就想好了对付许然 不然之前 也不会让我跟他们掰开了 你说这个话真的很伤人 你知道吗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 反正这件事情 必须要查清楚 你怎么办 如果是别的女人这样跟我说话 我早就把阿红出门了 学校今天是你的 简单给我进来 江总 把那些做卡迪娜的人 全部给我叫醒来 好的 邓总,江总让十分钟后 在他办公室集合开会 黄总,你好 江总让十分钟后在办公室开会 好,再见 袁总,江总让十分钟后在办公室开会 好的,再见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电视剧计划是李总亲自立的项目 李志辉 是啊 没他发话我们也不敢动啊 现在做到哪里 已经拍了一半了 播出平台都已经联系好了 剪完就播 如果 如果现在停拍的话 公司会损失多少 几千万 这么大的事情 就算是李总批了 你们也应该告诉我 现在出事了 是我要扛责任,你们知道吗 不好意思啊,江波 好,你们先出去 你也听见了 我无能为力 公司已经花了几千万 不可能停拍 我才刚上任我有我的压力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你以为把所有责任推给李志辉就可以了吗 我告诉你 我不信 我要怎么做你才会相信呢 我发誓 这件事情跟我将斗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我说谎 我出门给车撞死 快 快起来 还有 我承诺你 不管青阳拍得怎么样 什么时候拍完 我都会买单 这是我在这个职位可以做的 我其实可以什么都不管 可是我不希望你为难 知道吗 江总 总部电话 我知道了 出去吧 我真的希望 你能够相信我 我不信 他应该不会随便发誓吧 江东发的事就跟放屁一样 可是他还对我们做出承诺了呢 这是对三岁小孩做的承诺 你打电话给他 我跟他说 喂 学人要跟你说几句话 江总 我不会接受你的承诺 即使你的承诺是真的 我也不接受你的施舍 我们现在就比比谁拍得快吧 只要你们先拍完 我就不让你买单 你这是在难为自己 我先难为自己 才能让江东为难 女演员从那个电梯上下来 走到这儿 然后你呢 推着那个车过来 正好两个人在 大人 许总 许总好 我给大家买了甜品 一会儿就送过来 谢谢许总 你们继续 江总今天是来谈班 还是来打探进度啊 作为一个甲方 来关心一下 也是应该的嘛 冯路飞不在 你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 我承诺过冯路飞 不管你派得怎么样 我都会买单的 你给我这个承诺 是因为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接受 我怎么可能给你机会 让你做大善人 俗话说得真是好啊 最了解你的人 永远不是你的朋友 而是你的敌人 更何况 我还曾经是你的朋友 你曾经是我的朋友吗 好 停 好 换下一场 这个换衣服 来 摄影师回方一下 江总 怎么样 还不错 你觉得你还需要多少时间完成 两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内完成 一个星期可能不行 我告诉你如何把两个星期 加成一个星期 四个字 日以继续 懂了吗 停 怎么回事你们 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 一点清晰 一两小时就拍了两人 你们俩刚才两人抱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俩眼睛都不能看在一起啊 不好意思 老爷 那个动作一点力度都没有 来 再来一遍 都几点了 准备搞到什么时候啊 你退稳一点你啊 老爷 按照这个进度 这个星期能拍完吗 这个星期 开玩笑 至少也得一个月 是这样 现在我们的情况有点变化 这个星期必须要拍完 你要找我拍 就得按我的进度来 要想一个星期内完成 那你们找别的导演吧 导演 你要理解我 那你也得理解我啊 你要找我 就别想快 要想快 你们就找其他导演吧 来 再来试一遍 许总 这是贝选导演的名单 您看一下 这两个是我们主推的 因为他们在一个月之内 都拍完过一部戏 我再考虑一下 我们必须比江东快 这是唯一的出路 尝尝造您的手艺 他就是本活菜谱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菜 以后他换一次战 我就来一次 我算了一下 我会做一百九十二道菜 不可能每天都不重样 再说 比一年要来一百九十二天了 我 我会不习惯的 如果那天我身无分文了 或许我天天都回来的 我们拍的那个视频 你去拿给江东看了吗 他看了 江东跟我打了个赌 看谁的电视剧先拍完 如果我先拍完 他就买单 如果他先拍完 我就只能认栽了 认栽什么意思 认栽的意思就是 在电视剧的片头打上一行字幕 此片仅供自娱自乐 可是 你有问过导演吗 他到底能快过那组吗 导演说了 想要快过江东 只能另请高明 眼圈的人太奇怪了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还在考虑 那你们那部戏 一共透露多少钱啊 四千万 如果快不过江东的话 这四千万就没了 对 一个打着不上 那还有余什么 你不赶紧换个导演 我觉得 只有不努力的 没有办不到了 好像大部分人 都是这么说的 许儿 我相信你 只要你努力 一定会办到的 为什么 谢谢你的鼓励 可是我现在更加需要的 是清醒的判断 好了 你自己拿主意吧 我再给你沉点 那我去做 那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对付江东了吗 没有 除非把他们剧组打了 我原本还以为 把这段视频拿给他 拆穿他的计谋 他就可以把他给停下来 可是谁想到他 还变本加厉了 所以我们拍的这个视频 对他来说 根本就起不了 什么作用对吗 琪琪 你和赵宁一样单纯 你们都愿意去相信 一个美丽的谎言 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吗 你相信像江东这样一个人 会怀有愧疚之心吗 什么是生活 生活就好像是一场 越来越糟糕的灾难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是让它不要变得 越来越糟糕 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 让这场灾难停下来 我把视频给江东看了 就算是把这件事情挑明了 我现在要等的 就是江东变本加厉 为什么啊 因为人在变本加厉的时候 容易出错 好 许总 他怎么还在排人 我们新定的导演已经到了 什么新导演 我们新定的导演 你让他回去吧 回去 我想把他留下来 以他这样的时间 一定会拖慢我们进度的 我喜欢他拍的东西 我看你再考虑一下吧 我再考虑下去 你换哪里的导演都没用呢 把新兰的导演回去吧 为什么要留下那些导演啊 你看看他们那个剧组 剧组比我们晚 剧本没出其就已经开机了 还想比我们先拍完 最后出来的一定是一部大蓝片 这样的垃圾谁会看呢 江东把观众都当傻子 他一定会输的 我留下这个导演 是因为他有责任心 他懂得坚持 我相信他 可是你也知道的 再好的片子也会有人批评 再烂的剧也会有粉丝 说不定这次江东 他就撞了大好运 就赢了呢 那这就是天意了 我这次除了要赢江东 我还要对观众负责 我更要对青阳这个品牌负责 那还是老规矩 让他来决定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谁也改变不了 包括他 各位来宾 各位记者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俄罗多斯观济仪式 欢迎大家的光临 下面有请江总为我们讲话 我们创造了奇迹 从来没有一个品牌 敢大胆的把自己拍成一部电视剧 可是我们办到了 当然 这里多亏今天在座的各位 在这个夜晚能够来到现场的每一位 都应该感到荣幸 感到骄傲 因为你们正在见证一个奇迹 我现在正式宣布 为卡迪娜拍摄的电视剧 《阿尔诺多斯》 顺利完成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举杯 干杯 下去注意 上面也越ias 然后我们找一下那个时光 那时好就静一直往那里面 你跟孟少号码给我发了采信 多多多自观机也许 我也收到了 是江东自己发的 他们已经拍完了我们怎么办 继续拍 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 怎么了 不想见到我吗 还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恰恰相反 我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要跟你分享 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开心的事情 你应该也会开心 对吗 我告诉你 卡迪娜直录的 阿诺多兹电视剧 已经顺利完成了 她是我上任以来 第一个业绩 我已经上报总部 请求嘉奖了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我刚刚说的是你不开心啊 你觉得呢 我可以了解 毕竟秦阳的项目之前是你做的 多少有感情吗 这就是我想问你的 卡迪娜的电视剧提前完成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这个电视剧 对 老实说 卡迪娜提前完成 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以为徐然的项目启动得早 完成得也会比较早 不过事实已经这样了 我还是会照着我跟徐然的约定办的 你不打算为我们电视剧买单了对吗 我之前说过 徐然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对手 所以我跟徐然都不会违背我们的约定的 如果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公司作杂的第一部电视剧 也是最后一回 你干什么 我突然想抱抱你 你相信吗 我刚刚听到你说那些话 我留在心里 你特别地难受 我 我江东 居然间间让我的女朋友受委屈了 这是我绝对都不容许的 我和徐然会讨论的 我喜欢你的能干 聪明跟强势 但是我不要你辛苦 但是我还没给你 这么一个猛 我最后一会认证 可是我家子 我都不同了 我听好 别久我 我都回答你了